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托德·林肯决定去福特剧院观看一场名为《我们的美国表兄弟》的喜剧 这是一个多么讽刺的选择啊 一位刚刚带领国家度过内战的总统 选择在一个喜剧的夜晚隐瞒了他生命的终结 练汉·威尔克斯·布斯这位著名的演员和南方同情者 选择了这个时机来实施他的刺杀计划 布斯的行动不仅仅是一次个人的疯狂举动 他背后还有一个更大的阴谋团伙 计划同时刺杀副总统安德鲁·约翰逊和国务卿威廉·H.华德 这个计划听起来像是一部惊悚电影的剧情 但它却真实地发生在历史中 布斯进入总统包厢的时候 林肯正沉浸在剧情中 完全没有意识到危险的临近 布斯用一把德林杰手枪近距离射击了林肯的头部 然后跳下舞台 喊出了那句著名的拉丁语 《Six Emperor Tyranus暴君永远如此》 被一幕让在场的观众惊呆了 许多人甚至一开始以为这是剧情的一部分 林肯被紧急送往对面的彼得森之家 但他的伤势过于严重 最终在次日早晨去世 这位伟大的总统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 依然保持住他一贯的沉住和坚韧 林肯的去世对美国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国家失去了一位能够带领他们走出内战阴影的领袖 然而这个悲剧事件也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光辉 林肯的副总统安德鲁约翰逊接任总统职位 尽管他在重建南方的政策上存在争议 但他依然努力维持国家的统一 林肯的遗产也激励了无数后来的领袖 继续为自由和平等而奋斗 总的来说 林肯遇刺事件是一个充满戏剧性和悲剧色彩的历史瞬间 即使是最伟大的领袖也无法逃脱命运的安排 但他们的精神和遗产却能够永远激励后人 正如林肯自己所说 政府是人民的 为人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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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远不会从地球上消失 他的话语和行动至今仍在我们心中回响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美国内战结束 联邦重生的曙光1865 当我们谈到1865年美国内战结束时 这不仅仅是一个历史事件 更是一个充满戏剧性和转折点的故事 让我们一起穿越时光 回到那个充满动荡和希望的年代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内战的结束 南方包联的将军罗伯特 已在阿波马托克斯法院 向北方联邦的尤利西斯·格兰特将军投降 这一幕就像是一场历史大戏的高潮 两位将军在一个小小的法院里 签署了结束战争的文件 据说格兰特将军在签署文件时 还特意穿了一件普通的军服 以示谦逊 这就像是现代的CEO 在签署重要合同时 特意穿了一件休闲服一样 真是让人忍俊不禁 内战结束后 美国面临驻重建的巨大挑战 这个过程被称为重建时期 从1865年一直持续到1877年 重建时期的目标 是将南方重新纳入联邦 并确保新解放的奴隶 获得平等的权利 这听起来像是一个伟大的计划 但实际操作起来却困难重重 就像是你决定重新装修你的房子 结果发现每一面墙后面都有新的问题 其中一个有趣的故事 是关于安德鲁·约翰逊总统的 他是林肯遇刺后继任的总统 对于重建的政策 有助自己独特的见解 约翰逊是一个南方人 但他支持联邦 这让他在南北双方都不太受欢迎 据说他在一次演讲中喝了点酒 结果讲话变得含糊不清 这让他的政治对手稳抓住了机会 对他进行了猛烈的攻击 这就像是现代政治家 在推特上发表了一条不合十一的推文 结果引发了一场网络风暴 同建时期还有一个重要的法律成就 那就是第13、14和15修正案的通过 这些修正案分别废除了奴隶制 赋予所有出生在美国的人公民权 并保障所有男性公民的投票权 这些修正案就像是美国宪法的补丁 修补了之前的漏洞 为未来的平等奠定了基础 然而重建时期并非一帆风顺 南方出现了许多反对重建的势力 比如臭名昭著的3K党 他们通过暴力和恐吓 试图阻止非裔美国人 行使新获得的权利 这就像是你刚刚修好的房子 突然出现了一群不速之客 试图破坏你的努力 总的来说 1865年美国内战的结束和随后的重建时期 是一个充满挑战和希望的时代 这段历史告诉我们 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刻 也能看到重生的曙光 就像是那句老话 总会有彩虹 希望这段历史能给我们带来启示 无论面对多大的困难 我们都能找到前进的道路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美国购买福罗里达阳光州的诞生1819 当我们谈到福罗里达州的诞生 这个故事可不仅仅是阳光 沙滩和迪士尼乐园的开始 当我们回到1819年 当时美国和西班牙之间 进行了一场非常有趣的房地产交易 这就是所谓的亚当斯奥尼斯条约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当时的背景 福罗里达在那时候还是西班牙的殖民地 但西班牙的控制力已经大不如前 福罗里达成了各种不法之徒的避风港 包括逃亡的奴隶海盗和印第安部落 美国人对这块土地早就垂涎三尺 尤其是那些住在乔治亚州的农民 他们对福罗里达的无政府状态感到非常头疼 这时候美国的第六任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 当时还是国务卿和西班牙的外交官 路易斯·德奥尼斯坐下来谈判 亚当斯是一个非常精明的谈判者 他知道西班牙在拉丁美洲的殖民地 正处于动荡之中 无力顾及福罗里达 于是他提出了一个无法拒绝的提议 美国将支付500万美元的赔偿金 并放弃对德克萨斯的领土要求 换取福罗里达 这笔交易在当时看来 简直是减了个大便宜 500万美元对于一个国家来说 简直是九牛一毛 而且美国根本没有真的掏出现金 这笔钱是用来支付美国公民 对西班牙的债务 换句话说 美国用欠条买下了福罗里达 当然这个交易也不是一帆风顺的 西班牙国内有不少反对声音 认为这是贱卖国土 但最终 西班牙还是签了字 因为他们实在无力在维持 对福罗里达的控制 于是福罗里达正式成为美国的一部分 应在1845年成为美国的第27个州 从此 这块土地开始了它的阳光州之旅 成为了无数人梦寐以求的度假圣地 总结来说 福罗里达的诞生是一个充满政治智慧和巧妙谈判的故事 但不仅仅是一场土地交易 更是一个国家在扩张过程中的重要一步 下次你在福罗里达的沙滩上晒太阳时 不妨想想这段有趣的历史 或许会让你对这片土地有更多的敬意和理解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读世界的六国士 能和大家分享一些美国历史上的重要事件 从林肯总统的遇刺 到美国内战的结束 再到福罗里达的购买 每一个都充满了戏剧性和深远的影响 首先我们回顾了林肯总统在福特剧院 被刺杀的那个悲剧性夜晚 这场刺杀不仅结束了一位伟大的领袖的生命 也让美国失去了在内战后重建国家的关键人物 然而林肯的精神和遗产依然在美国历史中闪耀 激励住后来的领袖们继续为自由和平等奋斗 接下来我们谈到了美国内战的结束和随后的重建时期 1865年南方将军里向北方的格兰特将军投降 这标志住内战的终结 重建时期的目标是将南方重新纳入人帮 并确保新解放的奴隶获得平等权利 尽管面临重重困难 但这段历史告诉我们 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刻也能看到重生的曙光 最后我们聊到美国购买弗罗里达的故事 这是一场充满政治智慧和巧妙谈叹的房地产交易 美国用500万美元和放弃对德克萨斯的领土要求 成功从西班牙手中获得了弗罗里达 拍起了这片阳光周的历史篇章 总结这些历史事件 我们看到的是命运多传中的坚韧 挑战中的机遇以及智慧与勇气的结合 每一段历史都有助丰富的教训和启示 让我们明白 无论面对多大的困难 都能找到前进的道路 好吧 今天的历史旅程就到这里结束了 希望大家不仅学到了新知识 也能从中获得一些启发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或想法 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 我是六博士 期待下次再和大家一起探索 更多有趣的历史故事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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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